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 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 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经医师评估后 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 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急延后洗牙等非急迫之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谈结 守护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派们大家好 人的一生当中 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机会 各位 机会实在太多了 你愿不愿意跟着利豪打江山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利豪真的很感恩 但是各位我也很感伤 其实我很感恩的是 现在所有的投资人几乎都能够认同利豪的讲法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利豪打江山 因为各位请你注意一句话 股市不是在吹牛比赛 如果你进入了股市 你真的想赚大钱 我陈利豪伸出双手欢迎各位 如果你进入股市 你不是想赚大钱 各位利豪奉劝你 365行都有赚钱的机会 你不见得要进入股市 因为你今天拿钱 你在股市里面你就是要赚大钱 你不是来玩的 各位这是你的血汗钱 这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 利豪都知道 我今天的VCR 各位请你再看一遍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选择成利豪 而且各位 选择利豪的投资人 很多都是参加过很多老师的 而且各位最多的还参加过11位老师 11位 今天踏出了成功的这一步 就为的是我礼拜五 在电视上所跟你所讲的所有的事情 跟你知不知道利豪在电视上 在上个礼拜跟你讲什么 连续放了三天假 你都有看利豪的电视节目 对不对 我们做的怎么样 全市场有目共睹 我刚刚说过 我非常感恩 大家对利豪的支持 我也说过我非常的感伤 为什么 我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知道 所有几乎很多的投资人 在股市里面赚不到钱 而且很惨 所以我在这市场上 我33年了 33年了 我今天的VCR 各位我让你们再看一遍 如果连利豪都帮不了你 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你相信我 各位你记不记得利豪在4月29号 我在电视上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是第一 我当时不是跟你讲 你赚到了吗 国际赚了74块 联雅赚32块半 神盾赚30块半 超纵赚17块 享受赚155块 我是不是叫你在电视上跟你讲 我全出了 我有没有跟你讲 我全出了 我怕你们听不懂我所讲的话 我也怕你们不能理解 所以我4月30号第二天 4月30号的电视节目 各位就是礼拜五放的 我说本周我验证了国具 我又再讲一遍 我说这些股票我都出掉了 我都讲一遍 再讲一遍 对不对 好各位 很多人跟我讲说老师 这股票还会再上去 我跟你们讲什么 我说上去是你们讲的 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 我为什么要出这五档股票 各位这五档股票 上个礼拜五大涨200多点 我在礼拜四我就已经全部出光了 我在礼拜四礼拜三全部出光了 而且出到最高价 纵使礼拜四的大涨200多点 各位都没有我出的还高价 我今天的VCR 我再让你们验证一次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参加别的头顾 连会期都还没有参加 还没有到期都不要了 他说我就是要成立好 为什么 各位请看 在让你看VCR之前 各位我再让你看一遍 你记不记得4月21号 我买国具的时候326 我是不是在4月28带你出400 我说我赚了74块 你买10张赚74万 100张赚740万 各位你注意看 你先注意看今天的最低 好不好 今天的最低 各位这档股票的国具 我出掉400块 各位今天打到最低多少 打到372 今天打到372 好各位 再让你看联雅 4月28号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 我当初买联雅买254 我说279.5 有没有 那你赚了25块5 各位4月29号 我是不是带你出 我带你出286.5 我说我全出了 真实富贵千真万确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带你出到286.5吗 各位请看 各位今天最低打到271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有看到 好各位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你出 再看 再看 我神盾 159带你买 4月27 164再加码 平均162.5 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带你出到哪里 我带你出到4月29号的193 我也跟你讲 我全出了 有没有 我说我让你赚了30块半 全出了 千真万确 真实富贵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带你出193吗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带你出193块吗 各位请看神盾 你看今天的最低就好 今天最低又拉回到184.5 有没有 是不是 好各位再看 你记不记得当初操纵我出到哪里 4月28我出到260到262 我说我赚了17块 我说你10张赚17万 100张赚170万 一天而已 你知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出 各位我当初为什么要出 你看今天最低 242 各位你看到242了吗 各位我出到哪里 262.5 各位再看一档股票的详数 我4月22号带你进722 我在4月29号 我说我出到877 我说吓死人了 赚155块 各位你买一张 你买10张赚155万 100张赚1550万 各位我再让你看一下 详索今天最低达到哪里 注意看 今天最低达到815 各位我让你出到哪里 我是出到哪里 877 各位正式成立好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愿意跟着立好打江山 你知道吗 各位我让你看一段VCR 我上个礼拜4月29号 我就已经放过给你看 你再看一看 陈立好在里面讲什么 我买股票的勇气 霸气跟行动力 以及我卖股票的勇气 霸气跟行动力 而且各位 我还在里面讲一句话 我卖掉之后 各位你要记得买回来 我等一下会让你看看 今天我又做什么动作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法人为什么给我们第一 各位那个第一不是自己 陈立好讲的 是很多投资人 甚至于法人给立好的第一 各位跟着我真的安心 放心又开心 当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做股票的时候 各位真的 很多人跟着立好 已经是买房又买车 有时候做股票 你真的要有耐心 不是每天要带着钢柜去冲 不是这样 你要懂得进 要懂得出 各位等一下你会看到这个 我4月29号 为什么我们是第一 这些股票 刚刚我也验证了你看 为什么我们会出那个股票 我4月30号的测标 我还是跟你们讲 我说我验证了这些股票 我出了有没有 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 4月29号 我在电视上 我怎么跟你讲 请看MVC 我测标上所讲的任何的股票 各位 我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有造假作弊吗 没有 我每一档股票 我在进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 而且出的时候 我都跟你说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好在今天我要告诉各位 我测标的股票 我全出了 老师 现在行情正好 行情正好是你说的 我从8500点一路反弹 我就已经跟你讲 10700一定会到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我说10700是一定会到的 我还没涨上来 我就已经在分析了 所以各位 我4月22号 我4月20几号 25号就是告诉我的会员 10700到11000一定会到 我甚至在昨天 我还在告诉我的会员 10700一定会来扣官 今天来了 既然来了 我就照我的方法去做 全出 全出 我全出了 不要再来追 老师 如果在上面 在上面给别人赚 因为 我要带着我自己带的会员 跟明天开始 我们要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刚刚你看到的VCR 是4月29号 武当股票全出了 你看我出的多漂亮 你看我出的多么霸气 以及我的行动力 全市场有人做得到吗 不可能 各位 我出了那五档股票 其实还有一档股票 你们当初在看我在电 在手机上面 秀给大家看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 有注意到一档股票 这支股票 大盘纵使今天跌271点 我们还赚了59块 各位你就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跟着利好打江山 各位注意 这是4月27号的 你看看4月27号 我跟你讲过什么 有一个金册 有没有 6510的金册 好各位你再看看 我在这边里面在分析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 你有看看我在讲金册吗 注意什么 注意金册 有没有 各位你知道金册这档股票 我们有买吗 而且各位我买到的时候买到相对低价 我让你看 各位4月27号你注意看金册 注意看6510 这张股票金册 在4月27号的时候 我放大让你看 各位4月27号 各位收盘收623 隔天还有更低价 614 我讲多少 各位我讲多少 你看我讲多少 建议多少 接610到615 各位你有看到吗 而且那天还有金册还有利空 我还特别叫他们去承接 各位这就是成立好 我五档股票带进带出 出得漂亮 我买进了建议的一档股票叫金册 今天大涨59块 请看 我告诉各位 做股票它不是在吹牛比赛 如果你真的在股市里面 你赚不到钱 你来跟着成立好 如果你只想赚那个小钱 各位你不用找成立好 杀鸡不用牛刀 我跟你讲的真是这样 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你真的想要赚大钱 你来找成立好 所以各位 4月28号还有更低价 618 你敢买吗 但这档股票 各位打到618的时候 全市场人不敢买 因为所有的利空都出来了 各位618 你刚刚有看到 我在成立好在电视上讲 这个地方吗 4月27号就已经在提金册 而且建议他们金册 虽然多空都有杂音 但是建议610到615乘接 各位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这么强实力的老师吗 所以各位 到了今天 5月4号 拉到最高681 我没有出到最高 我677 各位这档股票请你跟我念八个字 千真万确真实富贵 677出掉了 各位赚59块 你买10张赚59万 100张赚590万 各位你跟我念一遍 总共五档股票 我带你出 各位五档股票 我4月29号带你出五档股票 各位国际赚74块 联雅赚32块半 神盾赚30块半 超纵赚17块 翔瘦赚155块 各位还有一档股票叫金册 有59块 各位你看到了吗 这种操作的手法跟操作策略 各位全市场有能跟我比吗 不可能 我再告诉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记不记得 我在上个礼拜跟你说什么 我说你出的要记得出 但是各位要记得拉回 要记得买回来 各位我上个礼拜不是也跟你讲这个吗 我说大盘人家还没涨上去的时候 我在4月20几号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 11000点一定会到 刚刚你在VCR也看到 11000点既然到了 我做什么动作 我一定出股票 我对我自己太有自信了 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这些投信法人 这些外资的资金让陈利豪来操盘 给我可以造福很多人 我跟你说过 投信自营商法人 三大法人都是有钱的大散户而已 他们不会做股票的 我没有骗你 所以各位真的 做股票真的这么难吗 你只要懂得心里面就好 各位我问你 我神盾193 各位我神盾193块 我卖掉 各位请问你 今天如果拉回185.5 你敢买吗 各位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今天5月4号 各位国际我在400块卖掉 今天拉回375块 各位你有买回来吗 你敢买回吗 你敢买回吗 375 就在跌16块的时候 你敢买回吗 各位你看这张股票 各位收盘收哪里 收涨红的 391块半 你敢买回来吗 各位再看翔硕 我翔硕 翔硕877代理出 各位今天打到822 各位跌15块的时候 你敢买回来吗 你敢买回来吗 你敢买回吗 各位你看翔硕 今天收盘也是收红的 你敢吗 我跟你说过 我就是28档 30档的股票 全市场都知道 全市场现在为什么 这么多人 愿意跟着利好打江山 因为你只要观察这 28档30档的股票 跟你赚不完赚翻了 真的买房又买车 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愿意跟着利好打江山 为什么我们是第一 各位因为别人做不到 我们做得到 所以各位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真的想赚大钱 我自我推荐 真的跟着利好打江山 各位再看 我当初操纵260到262 带你出 让你赚了17块 各位今天5月4号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要敢买回 拉回要敢买回 各位你有买回吗 243.5你敢买吗 好各位请看 各位今天收盘也是收红的 你敢买吗 我可以告诉各位 做股票不是像一些老师 涨的时候拼命讲涨 全市场在上个礼拜 敢在电视上跟你讲 我说我已经出了 只有我 果然到了11000点 我就是出股票 今天大盘盘中跌 1300多点你看 今天大盘盘中跌333点 收盘还跌271点 我上个礼拜出的股票 各位好几只股票 今天开低还买回来 你看看 你看看这种操作手法 真的跟着利好 真的安心放心 真的又开心 你赚不完 另外各位 还有一档股票 这个联雅 你注意 这档股票当初我们出到哪里 286.5对不对 286.5 3081 我是不是出到286.5 出掉了对不对 出掉之后各位 这档股票有机会又拉回了 你看 今天最低271 收盘273.5 如果利豪跟你讲说 这是法人故意 拉回整理修正 而且各位这档股票 我还是跟你讲 会有大的利多出来 而且他的大的利多 像全市场都还搞不清楚 各位你慢慢看 他有没有机会挑战前面的 各位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 这边的高点300多块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这边的400多块的价差 400多块的这里 有没有机会挑战这里 你再慢慢看 就像我当初跟你讲 很多的股票 我说有没有机会挑战在哪里 很多人也在看了看看 等到股票真的飙上来 冲上来的时候 哦 陈利豪说的是 我说的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对 跟你有什么有意义 任何意义吗 如果你没有跟着做 你没有跟着买 各位 你如果真的没有跟着做 没有跟着买 这些股票你赚得到吗 我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你赚得到吗 国具赚了74块 联雅赚了32块半 神盾赚了30块半 超纵赚17块 详售赚155块 如果你没有跟着做 你赚得到吗 所以各位 我要跟你讲的是 3081的联雅 你慢慢看 我现在不跟你讲 它未来有什么大的利多 很多市场现在都搞不清楚 但是各位 我美国的朋友跟我讲 你要注意听这句话 这档股票 或许有机会挑战400多块 就像我跟你所讲的 我今天还有买回的 有没有 我买回了什么 刚刚我跟你讲的 我为什么又要买回 超纵243.5 我为什么又要买回 详售822 以及我为什么又要买回 国具375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就好 我可以告诉各位 做股票 你一定要有勇气 要有霸气 要有那个行动力 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来找成立 就像各位 武当股票上个礼拜出掉了 留一档叫金册 各位结果金册今天 各位金册 人家不要的时候 我们布局金册 610到615 各位金册到今天 你看到了没有 从你刚才买615到今天 各位你赚59块 赚59块 所以各位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愿意跟着利豪打江山 我今天利豪在电视上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真的在股市 你真的赚不到钱 现在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我上个礼拜已经跟你讲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 我讲的都是对 所以有很多的股票 我都已经找好了 迈入五月份 各位才刚开始 利豪今天伸出双手 欢迎各位 如果你在五月份 你真的要避开五穷六绝 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各位利豪带你做 而且我刚才讲过 如果你要赚小钱 不要找我 如果你真的在股市里面 想要赚到大钱 你尽量来找成立豪 听得懂吗 我带你在股市里面 真的冲锋陷阵 各位在股市赚钱并不难 难认在你的心里面 今天你的一通电话 我告诉我所有的业务同仁 不准休息 你今天只要一通电话 打电话进来就知道了 听得懂吗 留下电话跟姓名 你明天你就知道 今天只要你的一通电话 打电话进来 你除了要踏出成功的这一步 跟着利豪打江山 各位之外 你今天打了一通电话 留下电话姓名 明天你就知道了 听得懂我意思吗 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 一通电话改变你生活方式 给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共体时间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 8512 5858 8512 5858 全新的超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 8512 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 8512 5858 全民防疫大作战 共体时间 共渡难关 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 作战专线02 8512 5858 8512 5858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出差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付大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在台湾做股票 你们一定要知道 股市就是一个投资学 一种心理学 你只要能够掌握到 像立豪的了解心理学 跟你说过 10700一定会扣关 就来扣关 跟你说过 11000点到我一定出股票 我出了 上个礼拜 乌党股票出到全国最高价 真的 很多的股票真的我们代进代出 代完出之后 4月30号大盘涨200多点 我出的股票没有比我出的价钱还要高 我出掉之后 各位隔天大盘涨200多点 都没有比我出的还要高 那各位我也跟你说过了 他会拉回 各位今天大盘跌333点 对不对 收盘收跌271点 各位由这个地方 其实你其实不难看出 立豪为什么现在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 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跟着立豪打江山 因为我讲得到 我一定做得到 而且我跟你说过 股市它不是在吹牛比赛 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你真的赚不到钱 真的很想要跟着一个真正有实力 而且各位真的看得懂这个排面的老师 我成立豪我自我推荐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打江山 尤其各位 很多的投资朋友们 资金很多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你更可以来找成立豪 因为可以告诉各位 很多五月份的股票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都会一支一支推出 一支一支做 而且我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做股票真的不难 难在你的心里面 我今天已经告诉我 所有的业务同仁不能休假 专门在等你的电话号码 各位如果你的姓名电话 今天留下之后 明天有一档股票 我请他们带你一起跟我们进 好不好 一起进一起出 你就知道真的 股市赚钱并不难 那如果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以前曾经流过电话 曾经打过电话 各位真的 立豪希望你各位 能够踏出成功的这一步 因为在股市里面 要赚大钱真的不难 难在你的心里面 好不好 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 一通电话 改变你生活方式 也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 在股市里面 真的能够大发力士 功成越地 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明天操作愉快 不要忘了 赶快打电话 留下电话跟姓名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